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一下上肢肌 上肢肌包括四大部分 肩肌、臂肌、前臂肌和手肌 首先我们学习一下肩肌 肩肌数量比较多 大家重点掌握三角肌 它的起子和作用 除了三角肌以外 我们还要知道一些比较小的肌肉 比如港上肌、港下肌、小圆肌、大圆肌和肩甲下肌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大家看一下三角肌 三角肌 首先我们要熟悉一下它的位置 三角肌的位置在哪呢 这是锁骨 胸大肌 三角肌的位置在肩关节的周围 这儿有一个肌肉 这儿有一个肌肉 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三角肌 笛子在什么部位呢 宫骨有一个三角肌出笼 这是宫骨 上端 笛子在三角肌出笼 如果从上边我们观察三角肌呢 大家可以看到三角肌的肌显微 从肩关节的三个方向包扰肩关节 我们看这是肩部 这个发大的肌肉是三角肌 这是上肢 处于一个臂外展的这样一个体位 前方的是锁骨 后方的这是肩胛骨 我们重点看肌显微 锁骨的外侧段有肌显微 其子 肩峰有 肩胛杠有 形成一个三角形 笛子在肩骨的三角肌出笼 下面我们看它的功能 三角肌由于在三个方向包扰肩关节 前方的显微要收缩 能使肩关节前驱 后方的显微要收缩 能使肩关节后身 外侧的显微收缩 能使肩关节外展 所以三角肌最主要的作用 是肩外展 肩外展 外部显微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三角肌 除了三角肌以外 这些小的肌肉 我们了解它的名称 位置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首先大家回忆一下肩胛骨 内脚 会突 肩峰 外侧脚 这是下脚 那么这一侧呢 那我们看到的是肩骨的上端 大家看有哪些肌肉呢 首先我们看港上窝 有一个小的肌肉 向外 笛子在大节节 这个叫港上鸡 它的名字叫港上鸡 港下窝也有一个肌肉 向外 笛子在大节节 这个叫港下鸡 再向下排列 这块有一个小圆鸡 也是笛子在大节节 那么大家看一下它的功能 我们看一下 港上鸡从肩关节上方笛子在大节节 这个肌肉要收缩的话 能协助B外展 协助B外展 港下鸡小圆鸡 由于在肩关节的后方笛子在大节节 所以它要收缩的话 能使宫鸡呢 外旋 能使宫鸡外旋 我们再看下方还有一个肌肉 这个肌肉叫大圆鸡 注意大圆鸡的笛子点 是通过宫鸡上端的前方 笛子在小节节节 那么这个肌肉要收缩的话 能使B内收 同时它笛子在前方 还能使它内旋 这是这几个小的肌肉 把名词大家记住 港上鸡 港下鸡 小圆鸡 这个叫大圆鸡 以上这些肌肉 我们管它叫做肩肌 在肩关节周围 也可以说是运动肩关节的肌肉 第二个 我们提一下B肌 B肌 它分为前群和后群 我们看前群有哪些肌肉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三个 一个是公二头肌 惠公鸡 还有一个叫公鸡 后群 只有公三头肌 公三头肌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挂图 大家看到的这是B肌 前面关 前面关 我们看到这有一个肌肉 这一个头 这一个头 两个头会合一个肌腑 然后 鼻子在饶骨出笼 这个叫公二头肌 因为上边两个头 所以叫二头肌 还有一个肌肉 从惠突到公骨 这叫惠公鸡 大家看这个图 把公二头肌切掉 我们看到的这个惠公鸡 比较清楚了 鼻子在公骨中段的内侧面 这侧是从惠突下来 惠公鸡 这个肌肉呢 是我们介绍的第三个 叫公鸡 它起自于公骨前方 下半部的前方 鼻子在齿骨出笼 齿骨出笼 这三个肌肉 我们再从版图上 大家看一下 从版图上 我们先看一下 肌脚骨 内脚 下脚 这个就是惠突 切记 那么这个是肌脚骨的前面 所以这叫肌脚下窝 上方翘起的这个是肌峰 肌骨头在这 大节节 下来 注意肌骨下端 下端 外侧有一个关键面 球状的 肌骨小头 里边有一个滑车状 关键面 肌骨滑车 内上科 内上科 下边衔接哪些骨呢 小头下方衔接的就是 饶骨 这个是饶骨出炉 那么这一侧衔接的就是持骨 持骨的前方也有一个持骨出炉 下面我们看肌肉 首先看第一个肌 肱二头肌 大家想一想 肱骨上端 除了大节节以外 是不是还有个小节节啊 小节节向下延续的骨性龙起 叫小节节脊 那么这两个龙起之间 叫节节肩针钩 我们看肱二头肌是长头 取鱼上节节 也叫鱼上出龙 通过节节肩针钩下来 笛子在哪呢 脑骨净突 另一个头 也望下来 第一次在绕五净突 那么大家看一下 它的起死端 是不是两个头啊 所以这个肌肉叫几头肌 肱二头肌 肱二头肌 肱二头肌我们看 它跨过了肩关节前方 又跨过了走关节前方 所以它的功能应该什么呢 对肩关节来说 是不能前驱 对走关节来讲 也是驱走 所以它的功能啊 应该是 这是驱肩关节 这块呢 应该是驱走关节 这是一个肌肉 第二个肌肉 我们换个颜色 叫肺肱肌 从肺突 一直到 肱骨干中段的内侧 肺肱肌 肺肱肌 它也是在肩关节前方下来 到肱骨 所以它也协助区间 但是还能什么呢 使必怎么样 内收 所以它协助区间 还能够内收 这是一个肌肉 第三个肌肉啊 起于肱骨下端的前方 然后笛子在 齿骨出笼 这叫公肌 那么它只跨过了 走关节前方 所以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驱走 所以前群的三个肌肉 起子点 功能 把它记住 这是我们看到的三个 这个大家说一下叫什么肌 几头 功二头 这个呢 通过齐子点来看 应该叫 会功肌 这个就是功肌 我们再看后群 后群肌啊 我们得观察肩关节的后面 内脚 切记 会凸 肩锋 外侧脚 下脚 肱骨 下端 内外上科 这块有一个齿骨 齿骨的阴子 下边呢 这是脑骨 脑骨头 大家看它的棋子关系 这个叫肱三头肌 说明上面几个头啊 三个 大家看长头 从这来的 这是长头 然后呢 我们看 肱骨后方中段 是不是有个饶伸银沟 饶伸银沟下方有一个头 内侧头 饶伸银沟上方有一个 外侧头 那么形成了上边三个头 下面笛子在阴嘴 这样一个肌肉 这个叫肱三头肌 这叫肱三头肌 从棋子点我们看 既有肩关节后方下来一个 大多数都是通过走关节后方 所以对肩关节来说 也协助后身 向后叫后身 另外能不能内收 可以吧 用它斜的 内收 最主要的作用 是伸谁呢 伸走关节 伸走关节 这是我们提到的后群 公三头肌 那么从挂图上 我们熟悉一下后群 大家看图 好 先看第一个图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三脚肌 从后方来看三脚肌 比较发达的一个肌肉 这是上面的港上肌 港下肌 这个我就不说了 注意看这个 一个头 两个头 这是一个头 三个头 笛子在婴嘴 这个叫公三头肌 属于后群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肌肉 第三个问题 我们再说一下前臂肌 前臂肌可以把它分为前群和后群 两部分 注意 前臂肌肌肌肌肌肉 这个可以叫肌肌 这个可以叫肾肌肌 从功能上已经给它定格了 一个是肌肌肌肉 一个是管区 一个是管身 那我们在这儿呢 就不单一的给大家介绍每个肌肉 因为前群九块 后群十块 数量很多 那么大家熟悉功能就行了 前群肌肌肌功能 都能趋什么呢 趋走 还能够趋腕 还能趋指 还能使前臂 悬前 它有这么四个功能 后群的功能和它相对应 是身 身走 身慢 身子 能够旋后 了解它的功能就行了 那么前群趋肌 大家看 它跨过走关节 当然能趋走 跨过万关节趋外 还能趋指 什么叫旋前呢 注意按解剖方位 这个叫旋前 这个叫旋后 旋后 所以后群肌 身轴 身腕 身直 旋后 前群 是旋前 旋前 既然我们不详细说了 但是大家要熟悉一下 万步的标浅基建 万步的标浅基建 有些是标志性的 我们最好熟悉一下 大家可以做两个实验 大家可以做两个实验 第一个呢 我们握拳 在万步 我们能发现三个基建 换颜色 三个最标浅的基建 握拳 在这我们能看到 三个龙起的基建 其中有一个龙起最高的是在中间 大家摸一摸 这个基建叫长长基建 位于腦撤的这个是 腦撤万蛆基基建 位于此侧的呢 尺侧万蛆基基建 这三个起码要知道 那么下面大家体会一下 脑撤万蛆基基建的脑撤 大家摸一摸 能不能摸到动脉的波动啊 脑动脉 在这个基建的脑撤 紧挨着基建 此侧万蛆基基建的脑撤呢 这块还能摸到一个动脉 叫此动脉的波动 这是此动脉 这个就是脑动脉 脑动脉 我们再做一个 当我们把手手背 拨起 拨子也向后伸 我们又能看到一个 哪些基建呢 手背能看到四个隆起的基建 拨子的指根 拨子的指根这部位 能看到一个三角形的欧窝 大家摸一下 这四个基建是什么呢 它的名字叫 指申基建 指申基建 这两个注意 上边这个呢 母肠 牡肠 身基建 下边这个呢 叫牡短 身基建 那么大家注意 触摸一下 毛动脉 有一个小的分支 从这绕到手背侧 然后通过这个三角窝 再经过第一掌骨间隙 穿到掌层面去了 所以在三角窝里边 也能有一个摸卖点 大家摸一摸 就是脑动脉 这个分支的波动 所以这些表浅的基建 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提到的钱币 第四个 我们提一下 手机 手机 手机啊 它包括三群 一个是外侧群 广它叫大鱼记 还有内侧群 叫小鱼记 中间群 我们重点掌握中间群 外侧群 内侧群 大家知道名称 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 从手上我们辨印一下 我们看这个就是大鱼记 大鱼记 这大鱼记 这能有哪些肌肉呢 首先我们看 在外圆 有一个很小的 一个小肌肉 切断 为了看身面的肌肉 把它切断 这个肌肉的名字叫什么呢 牡短 斩鸡 牡短斩鸡 在牡短斩鸡的身面 这个肌肉 叫牡收鸡 注意 我写到下边了 牡收鸡 牡收鸡 我们再看一下 牡收鸡的内侧 这有一个肌肉 叫牡短 趋鸡 还写到下边 牡短 趋鸡 还有一个肌肉 在它的内侧 向下来 还有一部分显为 横向 此侧 这个叫牡收鸡 这个老师写错了 这应该是牡对掌鸡 我加上了 我加上了 母对掌鸡 好 重新说一下 这个被切开的小肌肉 牡短斩鸡 是它 它的身面这个 叫牡对掌鸡 然后靠此侧 这个肌肉 叫牡短 趋鸡 再向此侧 呈扇形 这个肌肉 叫牡收鸡 牡收鸡 这四个加在一起 有个大名 叫大鱼鸡 就是我们手 母子这个 比较发达的 这个肌肉群 叫大鱼鸡 大鱼鸡 我们再看此侧 此侧 首先看此侧 有一个小的肌肉 我们也把它切断 下端注意 它正好扶着在一个骨上 大家想一想 在万部 有没有这样一个 小小的圆形的骨 万豆骨 它笛子在万豆骨 那么这是一个肌肉 叫小子 斩鸡 我们再看里边 这有一个短的肌肉 短趋鸡 再向饶侧 鸡线为斜形 小子对斩鸡 小子对斩鸡 所以这几个肌肉的名字 小子斩鸡 小子短趋鸡 小子对斩鸡 我们把它叫做小鱼鸡 这样我们就把外侧群 内侧群 有个基本的了解 了解这些肌肉的名称 就行了 重点我们看中间群 中间群 中间群包括什么呢 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个是骨肩肌 还有隐状肌 这么两部分 骨肩肌 骨肩肌一共有七块 隐状肌是四块 骨肩肌 就是位于掌骨之间了 那么它还分为 掌侧骨肩肌和背侧骨肩肌 下面我们从一个图上 我们看一下 好 我换一个图 大家判断一下 哪个是掌层面 哪个是背层面 这是万股 万股几块 万股一共几块 这边也是万股 大家看 这个是上边四个 下边四个 八块 对吧 周月三角斗 大小头状钩 八块 这个是七块 那么你们说 哪个是背车 哪个是掌车 因为豌豆骨 是不是在掌面 所以这个应该是掌侧面 那么既然掌侧面 我们上边就简单画一下 这是第一掌骨 第二掌骨 第三 第四 第五 对一个骨 然后是两解直骨 这几节 三解 这表示直骨 从这个图上我们看一下 这个肌肉是怎么分布的 掌侧面有三块 大家看 这一块肌肉 这一块肌肉 这还有一块 起自于掌骨 鼻子在子骨的子背肩膜 是这样 三块 所以我们简单建议 手掌侧 应该有几块肌肉 三块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三个肌肉 要一收缩 能使十指向中指靠拢 四指向中指靠拢 小指也向中指靠拢 就是这个动作 这个是不是叫内收 所以我们简单 掌身收 既肯定了数量 又肯定了功能 四指并拢 实际移动的是几个字 一个 两个 三个字 中指没有动 这叫内收 背策 我们也把子骨天下 这侧应该是第一掌骨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然后是植骨 我们看肌肉 怎么走 四块肌肉 从中指这侧下来一块 这一侧又下来一块 这下来一块 这还有一块 它的起点注意 在相邻两个掌骨的相对缘起 然后形成一个肌腹 到子骨去了 到子骨 那么四块肌肉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看背侧有四块 它的作用 比如说 这个肌肉要收缩 能使食指远离中指 这个肌肉要收缩呢 四指也远离中指 中指的两侧有两个 收缩的话 中指是不是也不动 但是大家注意 如果光收缩 光运动中指的话 大家看中指可不可以内外移 实际上它俩不同收缩造成 那么这个就叫背四散 使四指散开 这是骨肩肌的作用 在临床上检查骨肩肌是否瘫痪 要患者夹纸 正常人能不能夹住纸片 能夹住 医生万万烙钱有一定阻力 可是骨肩肌瘫痪的患者 夹不住 一点阻力没有 所以它的功能是一个收 是一个散 这是骨肩肌 我们再看一下隐状肌 隐状肌 它的棋子关系 首先我们看一个基建 前群肌有一个基建 叫做直浅趋基建 直升趋基建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的是 直升趋基建 在它前面还有一个直浅趋基建 它发出四个剑 到达这四个子去了 那么 我们看到的这个子骨 这是四个子的子骨 这个剑应该到末戒子骨的底部 这个我就不画了 大家现在看肌肉 肌肉怎么走呢 隐状肌都起在四个基建的挠撤 然后向前到紫背 向前到紫背 所以隐状肌一共几块 四块 隐状肌一共四块 起自于肌腱 鼻子在紫背 手指的背侧 叫紫背建模 紫背建模 那么这个肌肉要收缩 能做什么动作呢 大家看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呀 我们看这是小子 然后呢 四肌也伸开 这个也伸开了 这个动作 大家看有几个关节运动 第一个 我们看这是不是有关节呀 这边是不是长骨 这是第一节之骨吧 那么第一节 第二节之间 是不是还有一个关节 这还有一个关节 每个子都是这样 这个关节叫什么呢 叫长子关节 长子关节 所以它能使这个关节 躯还是伸 你们看是躯是伸 躯长子关节 这两个叫指尖 这两个叫指尖关节 指尖关节是伸的 这两个是伸 伸 指尖关节 那就说明 隐状机的作用 躯长子 伸 指尖 有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四个隐状机 它的神经支配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三式隐状机 是由齿神经管理 当齿神经损伤的时候 为什么描述患者的手 是早行手 这个行 这一行什么意思 你看 一 这两个指 是不是可以躯长子 身之间 说明这两个隐状机 是不好的 这两个往前唠不行了 后边的肌肉张力 是不是相对增加 就把它唠到后边去 是吧 早行手是这样形成 说明损伤的是后两个 齿神经损伤的时候 表现的是早行手 以上给大家介绍的是上肢机 上肢机这里边 大家重点的 把比较大的肌肉 齐齿 功能 位置 要把它记住 小的肌肉 主要熟悉下名称 熟悉下名称 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我们介绍到这 下节课再见 观众